中共两会期间,北京安保升级,中共当局戒备森严,草木皆兵。 为防四通桥事件重演,北京每个社区都派人去路口,桥梁轮流指手。 北京市安保,比近年往戒都要严格,长安街核心路段的路口都架设了关卡,想要进入的行人必须刷身份证,北京地铁上京线持枪武警。 一片肃杀之气,红色恐怖冲斥北京城。 网友视频显示,北京不走正道,根本偷渡不了,无论哪个方向,请走北京检查站,无论大小都可以。 3月5日北京通州,开始查自行车了,视频者称自行车都查了,够狠的。 卧槽,自行车都开始查了,够狠的啊。 哦,家伙三轮车,这家伙,家够狠的啊。 网友视频显示,北新华街的路东,公交车从六部口往南开。 东荣县胡同西口,有警车和警察,一次是进行了,住在胡同里面的人能进去。 在往南,差不多从西来顺道和平门路口,路边都是警车和从公交抽掉来的大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河南银行储户存款无法取出 河南政府不为储户做主 反而栽赃污蔑 储户不再相信政府 视频显示 储户们寄托神明 祈求菩萨保佑 老天有眼 正义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师傅被城管下走 没人做了 老宁夏洋汤店气血转让 店老板发视频说 因师傅被城管下跑 老板不会干 本店已转让 有议者联系 这里是安徽省博州市 立新县的老宁夏洋汤 位于澳林清华西界 有议者请联系 我的师傅被城管下跑了 宁夏的小马师傅回宁夏了 所以说我不会干 现在只能转让了 有意联系我 店老板说 城管把我的师傅下跑了 没办法不能干了 三十多万的店关门 实在太可惜了 想转让 能不能少亏损一点 希望大家帮我转发 近日大纪元记者采访的 大陆民众透露 新冠病毒 中共病毒 反复发作 武汉医院爆满 官方仍在掩盖 有知情人披露 第一波疫情中 武汉有数十万人死亡 当时火葬场烧不过来 就把尸体冷冻切碎 河北知情人表示 去年的疫情中 很多孩子去世了 武汉市民邓先生 告诉大纪元记者 现在武汉的医院的病人很多啊 感染病毒的人中 重症的 肺炎的 白费的都有 他说 我感觉就是新冠疫情复发 不是官方所称的什么流感 官方在掩盖事实 邓先生说 武汉好多老人 和年纪不太大的人都去世了 我认识的人 就有好几个去世的 有的人在家里睡觉就过去了 去世了 年龄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 他还透露 很多人都有新冠疫苗的后遗症 他说 要研制出来合格的疫苗 起码需要七八年 有的甚至需要十几年 而中国的疫苗 不到一年就投入使用了 它能是合格的吗 武汉市2019年底 新冠肺炎 中共病毒 疫情的首发地 官方捂不住疫情了 从2020年1月23日起 武汉封城 经历了76天的最严厉封城 武汉人经历了死亡 悲伤 愤怒和绝望 武汉作为疫情中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官方的通报称 截至当年的3月27日 武汉的新冠病毒 感染死亡2535人 对此数据 外界普遍质疑 很多武汉当地人称 在疫情爆发初期 有许多新冠肺炎患者 没有送医便在家去世 还有患者送医后 也未获得确诊 只能被算作因普通肺炎 或病毒性肺炎去世的 陕西民众和先生 近日告诉大纪元记者 他有个朋友的姐姐 是一家医院的主任 他说 他朋友的姐姐披露 2020年初的第一波新冠疫情中 武汉死了几十万人 至少在十万人以上 有五个武汉的火葬场 24小时全开 把好几个炉子都烧炸了 也烧不过来 烧不过来 就把尸体冷冻 粉碎成小块 像小肉块一样 等以后空闲了再焚烧 武汉共有汉口殡仪馆 武昌殡仪馆 青山殡仪馆 菜店殡仪馆等八家殡仪馆 其中三个在中心城区 当地政府在疫情开始后 便规定 无论死者是否是因新冠去世的 骨灰都暂停领取 也暂停下葬 当年3月23日 武汉各殡仪馆 重新允许死者家属 去领取疫情期间 去世人员的骨灰 各大殡仪馆前连续几日 都排起了长龙 财新网披露 仅汉口殡仪馆两天 即到货五千个骨灰盒 比中共官方报道的 武汉市死亡人数高两倍多 何先生还对大纪元记者透露 去年以来的新一波疫情中 北京死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中共就不报道 现在国内的情况 就是年轻人得白血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很多 都是年轻人 以前根本就不可能得这种病的 我认识的就有三个得了白血病 河北民众张宇 华明 表示 新冠病毒从未消失 它在不停的变种 或者某个时期变得温和一些 他对记者透露 他从知情者处了解到 2023年年终到年末 尤其是11月至12月期间 很多小孩子都发烧感冒 被肺炎 白肺的人特别普遍 因为没有针对治疗的药 所以很多孩子在儿童医院去世了 这些孩子包括上幼儿园 小学的 还有年龄更小的 他说 死亡数量突然暴增的数据 只能是中共政府内部掌握 他们不会对外播报的 那段时间 医院都住满了孩子 医院认为 病情不是非常严重 危及生命的 就让他们回家自己治 但是那时候买不到药 小孩应该吃那种 专门针对孩子的药 童医说 去年至少有两波疫情 严重时期就如上述的情况 因恐惧病毒传染 很多学校的整个班级 甚至整个学校 都没有多少人上课 有的小孩一下子 请好几个月的假 都不愿意去上学了 童医表示 医院不对患者说清楚 他们感染的是什么病毒 就说是感冒之类的 肯定不是感冒 实际上就是变种新冠病毒 他认为 新冠的变种病毒 传播的时间和速度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各省份 疫情像波浪一样 此起彼伏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 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